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电影夺冠最新发布了彭玉唱与刺猬乐队携手翻唱的真心英雄 MV中历代中国女排姑娘们赛场上飒爽的英姿 训练场上挥洒的汗水泪水 她们对每一个比分的紧咬不放弃 唯得之不义的胜利而欢呼相拥 喜极而泣都成为对真心英雄的最佳权势 在我把这首新版真心英雄单曲循环了小一天之后 晚上终于得以见到夺冠完整真身 走出影院久久未能平复心情 随后翻看网上夺冠的第一波观影评价 出现的高评词就是燃 热血 泪目 振奋人心 民族自豪感爆棚果然 大家的感受都是相同的 话说因为特殊原因 2020年当机了大半年 如今太需要这样一部正能量燃爆的夯片来提振士气 鼓舞人心 说实在的 腿了大半年的小编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的需要鸡血 看完夺冠走出影院 我觉得神清气爽 我的2020年刚刚开始 大干100天 再过一整年 影片的燃情 电力在片方的良心之上 真要感谢夺冠 将1981年女排世界杯中日大战 这场停注在国人黑白电视记忆里的重要比赛 鲜活而立体的呈现在大荧幕之上 虽然我早已熟知这场比赛的结果 但赛前姑娘们在张州基地的苦练 铁狼头的成长 陈指导的女排陪练生涯 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 夺冠对80年代人事物的复原很用心 无论是浮化道还是演员们的那种精气神 都跟自己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饰演青年郎平的是郎平的女儿白浪 织母莫若女 同为排球女将的她 行神兼备 看影片的时候 常常就把她当成了当年的铁狼头本尊 女排姑娘们烫头发的梗 相当带感 以前就对电视机里姑娘们整齐化衣的女排 女排卷记忆深刻 夺冠里女排集体烫头的还原让影院里不经传出会心的笑声 不知道女排卷的潮流会不会再次回潮呢 说回影片 哨声响起 女排上场 熟悉的宋世雄老师的解说声响起 坐在影院里的我一瞬间秒回童年 铁狼头就在你眼前高高跃起 一次次众扣为中国女排锁定胜局 那种带入感 真的让我忍不住要为每一个中国女排的得分而跳起 当他们最终赢的比赛时 大家也跟女排姑娘们一样 喜极而泣 流下激动的泪水 如果说影片中1981年的中日大战让人有进入历史的感觉 那2016年狼情带领新一代女排姑娘战胜当时世界第一竞旅巴西女排的这场比赛 则会让人产生VR游戏的实战感 那种燃爆的感觉 久久难忘 巴西女排实力强大 之前屡次击败中国女排 这次还占据主场优势 中国女排第一局完败给对手 狼情临危变局 背水而战 最终反败为胜 即使你对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还记忆犹新 但夺冠礼为你展现的却是更高级别的震撼与刺激 21世纪排球作为一种职业运动那种紧张刺激炫目的节奏 影片进行了高水平的展现 即使你已经知道了所有比赛的得分结果 但看电影的时候你仿佛也置身于球场之上 被灯光 观众 摄影机 不知从哪飞来的球360度环绕 一颗星提到了嗓子眼 紧张的手心都在冒汗 优秀体育影片所追求的身临其境 夺冠真的做到了 影片中演员的演技 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第一次触电大荧幕演自己的女排姑娘们 现实中她们是最好的球员 在夺冠里也是最好的演员 我们熟悉的朱婷 慧若琪 张长宁在影片里比在体育直播里更可爱 而巩俐饰演的狼瓶指导 从气场到肢体语言再到一些微表情都相当的绝 明明巩俐和狼瓶都是我们熟悉的知名人物 居然就能偷换感觉 让你看着巩俐的时候觉得她就是狼瓶 赛场指导的那一段 巩俐的演出简直跟赛场直播没两样 影片编剧张继说自己在做影片资料的时候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当你坐在家里的时候 你会觉得人生很长 但当你看中国女排时 你就会觉得时间根本不够用 看夺冠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指争朝夕 人生难得几回泊的热血激荡 走出影院 衷心感谢夺冠为我的人生赋能 虽然我一辈子都扣不过球网 但每个人有自己的赛场 每个人有自己的拼搏 2020年再苦再难 我终将跋涉过这段险滩苦旅 继续前行 听我的 9月25日一定要去看夺冠 为咱中国女排喝彩 为你的2020年赋能